Melody湯的故事 你好我是阿神 你好我是大宝 欢迎我们大马的武术名将 有邀见 大家好 为什么你会选择就是武术 是我爸爸的影响比较多吧 从小就很爱看武打片 所以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记得我写在那种 作业部上面是 律师 后来为什么没有 我们爱像这个 学习成绩比较不好 好动吧 一旦我接触运动 或者是武术的时候 就很投入 很enjoy在里面 那什么时候夏天学 已经说我要走武术 对武术 其实在这一点上面 我其实蛮感谢我爸爸 就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中国教练来 就来选人才 然后他就带我去尝试 武术是一个蛮累的一个运动 然后对小孩子来说 是蛮无聊的 因为他没有得互动 他就自己念 其实有几次都不想去的 然后我是爸爸 他坚持让我再去尝试 接下来我就越来越 对武术产生有一种挑战 或者是那种好感 如果是给你选择的话 甜酸苦辣 你觉得你童年大部分是哪个味道 哪个味道 有甜有苦 有一天就午时过后 然后他路边就有卖玩具 然后我就随口说了一声 我要那个玩具 然后我爸爸就直接买给我的 算他18岁你怎么坚持 幸好我是爱挑战 有一些很难的动作 给我的时候 不断地去尝试 身体都会很疲劳 慢慢慢慢就习惯那种感觉 很多人说习武的人 他会比较稳 跟比较成熟 你练武之后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比较明显的是 我比较有自信 越来越敢面对人来说话 除了练习武术 其实你自己的兴趣 其实想喜欢做什么东西 我满喜欢演 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别人跟我说 那你很爱演 很莫名的我又很爱表演 运动员他们的职业生涯非常短 所以在武术这一块呢 一样吗 大概会到30左右 所以自己有在策划过30岁之后 然后做些东西吗 我还是希望 我可以借我的能力推广武术 不管是我当教练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 可以宣传到武术的东西 如果给你一种超能力 对超能力 任何超能力 你希望是什么 而且用来做什么呢 我希望我可以 随时穿越那个时空 因为我家在槟城 然后每次要回去 跟家人都比较辛苦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好多说啊 我给你一种超能力的 我家人都比较辛苦 我家人都比较走 ak Attila